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何敬涵说八卦拳 不说八卦只说拳 前面我们大概的说明了 这个八卦拳系统里面的两套基本拳 巴掌拳跟八卦泡锤 那么接下来 八卦的系统是由八卦往太极链 就是一棵树来讲的话 它是由梢 由枝叶花果 由梢回到根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一个学习的过程 让我们了解八卦太极两一四项八卦这个体系的方式 它是由梢到根的 所以练了八卦之后 你大概明白了八卦之间是什么关系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四项 那什么是四项 在挂项上来讲 当然就是阴阴阳阳阳阳阴 对应于人体呢 就是四肢 两手两脚 人就是我们讲肢体 肢体嘛 肢体 这个躯干 是体 那么肢跟体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说 体是肢的能源供应 知识用来疏通体的能源的 如果体是生长 我们知道五脏前面讲过五脏 心肝脾肺肾 它经过我们的饮食 后天先天产生能量 那这个能量需要什么 需要有运化的方式 跟运化的地方 这个有哪出来 就是有我们的四肢 我们人的活动 动我们的四肢 不管你动 有方法的动 没方法的动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早上在公园里面就是这样子 也可以 就是这种肢的活动 让血液输送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去 里面的能量就开始流 流动了 就产生运化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体提供能量 这个是肢负责运化能量 那这有一个条件 就是肢跟体要相通 它们之间的连结越通顺越好 那手臂上肢 手臂跟铁的连结在什么地方呢 在肩胛骨 这是很多人误解的 很多人认为 手臂的根是在这个肩膀 绑跟的地方 事实上不是的 手臂的根是在肩胛骨 经过肩胛骨 手臂经过肩胛骨 跟腰相相连 腿的根是在胯 在髋关节 髋关节 那边经过我们的 肩椎或者前面经过鼠息上来 跟体相连 这是肢跟体相连 也就是我们人的四大关卡 在肢体当中的四大关卡 就是两个肩胛骨 两个髋关节 所以中国武术 很多绝大部分的门派 开始的基本功 都在练什么 都在打开这四大关节 你唯有活动开了肩胛骨 你会用肩胛骨来驱动你的手臂了 用肩胛骨来驱动手臂 你这条手臂跟你的体 跟你的腰 才是相通的 如果说你这个 不管二头肌几头肌 这边很结实 这里膀根的肌肉很强强壮 曾经讲过肌肉强壮 就是收缩状态 收缩状态表示 关节也是收缩的 那么这条手臂 跟体的关联性就没有那么的顺畅 以中国武术来讲 你要达成这个体跟上肢的连贯 整合就很困难 那更困难的是胯 宽关节 所以中国武术很多从站马步开始 很多下肢的训练 很多下肢的训练 就是要打开这个胯 那胯为什么这么难开 胯为什么这么难开 在以前来讲 在以前来讲 大家的胯 不管你练不练拳 大家的胯都有一个 都开到一个程度了 只是你会不会用它而已 因为以前的习惯 很多人蹲在地上聊天的习惯 或者做农事 或者在家事 富人在河边洗衣服 都蹲着 大家蹲去的 生活里面蹲去的机会比较多 比方上个大号 上厕所 都是用蹲的 所以以前从小到大 各位有住过老房子的 有去过老房子的知道 它那个门键门槛 都是很高的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的抬 抬这个腿 所以以前人的生活当中 使用跨 使用髋关节的机会 非常的多 所以在练武的时候呢 只是把它再进一步的锻炼 然后学习怎么用就好了 但是工业化以后 生活越来越方便 大家生活里面使用跨的机会就非常少 所以一般来讲 从小到大 如果小时候的爬行训练 爬行阶段又不够 很早就给孩子坐娃娃车 那个跨几乎是没有真正的使用过的 然后在长大的一些对于身体的观念训练当中 以现代的解剖学或者现代的运动观念 大部分是训练肌肉 肌肉越紧 胯的活动度 开合能力就越小 所以练了这个胯不光是开 开了以后 开了以后你还要会用它 你还要会起落内转外转 能够会用这个胯 然后我们的上身的气血 才能够比较顺畅的流通到我们的腿去 然后腿部的静脉气血 才能够比较顺通的回流到上身来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中国武术很多它的基本概念 就是力量是由下半身提供的 上半身是工具 手是工具 腿从胯那边开始 腿才是提供力量的一个根源 这个又是跟现代的运动观念 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 而现在大部分是锻炼上肢 力量的产生就是在上半身 产生力量 所以这个又是中国武术 传统中国武术的训练 它的观念跟现代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打开这四大关节 就是练四项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然后建立脂跟体之间的联系 脂跟体之间的联系就叫做稳定联系 就叫做一个结构 所以在四项拳里面 四项拳这套拳也是很短 只有十几招 它的四项的这个我们讲进程 它安排的阶段 也是从羊羊羊的经济独立 到羊鹰的十字锤 到鹰鹰的凤凰漩涡 再到鹰羊的喜鹊登之 它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这套拳呢是非常非常规矩的拳 因为练结构的东西 它都是非常规矩的 所谓的规矩 比方讲手跟身体的规矩 就是在于一个是90度 以我们的肩来讲 手臂跟肩膀的关系来讲 90度180度 上也是90度 所以这个90度跟180度 这个在拳里面一开始的基本拳 这种练结构的拳 都是要非常准 非常准确的 这个是练这套拳 它很强调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很正的 骑马步 弓箭步等等 然后它是练四肢的 为什么它是属于 在八卦系统里面 为什么它是属于 内修功这一部分呢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 体是为知提供能量的 所以在这套拳的训练里面 比方讲它出一个掌 比方说它出一个掌 它这个掌的力量到这个点 它是用里面的力量来吹动它的 而不是说用肢体的扭腰转臀等等 不是用这种 不是用体的转动来带动肢的 而是用体的内内在 它的力量是由内在的力量 所以体基本上外形 外形不动 外形不动 它在走的时候外形不动 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建立一个外形的结构之外 它建立体跟肢内在能量的贯通跟连接 这是这套拳 它训练的重点 这里大致说了一下这个四项权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 我们下回见 这个有您的有机器 요 我们的有二手 这个有没有